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上谈课已经开了一个头 我们讲到了中世纪大学的兴起 讲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对大学的影响 那么特别提到了这个德国的柏林大学这种模式 它的开端 尤其提到了德国人走的路不是科教新国 而是国心科教 后期的发展中国家 之所以会选择国心科教的战业 有的相当自然的逻辑 那么由于遭受到现代化浪潮的冲击 所以陷入了深刻的民族的深层危机 那么为了救亡图层 这样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当中的传统权力精英们 不得不去走一条自上而下的改革道路 那么这也就意味着他们所搞的现代化 不是那种磨缩前行的现代化 而是一种预定性的现代化 所谓预定性的现代化 就是指他开始搞现代化的时候 他就明确了他所要达到的最终目标 指引他们的也是经过热烈讨论和刻意选择的战略 所以德国作为第一个挨打的国家 第一个发展中国家 所以现代化在他那里获得了目标明确的进程 目标明确的进程 德国人从战败当中深深的感受到自己的落后 落后在哪个地方呢 他们总结出两点 首先是我的人的素质不如对方 法国大革命的军队 是用自由平等博爱的现代思想来武装的 而德国的军队只是一些浓卢 这本身就是应该说是不对等的 不对等的 所以必须要改造自己国民的素质 这就涉及到教育 另外德国人的失败失败在哪里呢 失败在手里的家伙不行 武器不行 这个你在那种大刀长矛似的那种 或者说是一种火冲枪 没有办法和人家的来福枪相比 所以这种武器上的差距 也使德国人感觉到自己技不如人 你的技术不如对方 而技术就涉及到科学 所以这样一来 我们说当这些国家认识到了 教育科学在这种敢操行的现代化进程中 所具有的特殊的意义的时候 它就不能够再允许 它的教育和科学 还像原来没有挨打以前那样自由自在的发展 因为那样太慢了 它赶不上别人 现代化 挨打的国家必须要加速度的前进 否则它永远是挨打的国家 这样的一个严峻的挑战 就摆在了传统权力精英们的面前 所以这样一来 他们也就不能够允许 这个教育和科学这样的一种状态 我们要看到这样的一点 这样的一种战争是非常的残忍的 一个工业文明 像一个农业文明的国家开战的时候 农业文明的国家根本就不是对手 大刀长矛是没有办法抵抗人家的尖船力炮的 这是我们中国人自己都明白的道理了 不过我们中国了解到这一点 并且幡然醒悟 实施改革 中国的过程是太慢了 我们在1840年 这个鸦片战争失败以后 一直到1898年以后 将近60年了 快了60年的时候 中国人才想的要去改革 而德国人今天挨打 明天就要改革 这是相当不一样的 因为他们知道这样的一点 一个工业文明的国家和农业文明的国家打仗的时候 那么打仗就犹如打猎 所以你完全不是他的对手的 你可以不要命 你也可以不怕死 但是没用 你只能可歌可泣 你解决不了问题 所以这样一来 德国人就把科学和教育放到了国家战略决策的高度上 来加以有力的促进 那么凡是这样做的 这样的一种国家战略 我们也就说 它体现为一种国心科教 这就是国心科教的一个 我们说 这些发展中国家 他们是非常自然的会走上一条国心科教的路线的 那么下面我们还要谈一谈 在这样的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的进程当中 出现了一种和发达国家 也就是现代化的原生性国家 在大学教育体制上的一种区别 那么像英美这样的国家 那么他们的大学 或者说他们最好的大学 都是那些和中世纪的神学院 有着发展连续性的 关联的大学 这些大学呢 因为它从神学院发远出来 是吧 那么这些大学往往是一些教会大学 或者是一些私人创办的大学 这些人有教育的理想 或者说有古典主义的教育理想 他们私人掏钱来新办教育 这种大学也是一种私立性质的大学 无论是教会大学 还是这个私人办的大学 他们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立学校 他们都不是这类性质的学校 那么这种学校 它为了保持自己内部发展的相对稳定性 他们都力图要与政治 国家政治保持一种肯定的距离 所以这些大学 或者说我们说这些英美这样的一些国家的 它都最好的大学 一般都不舍在天子脚下 也就是说他们不放在首都 这样一来 他们就保持了很高的自由度 独立性和多样性 这就是英美大学的特点 我们可以想象 刘金剑桥不在冷邓 哈佛马省 康奈尔耶鲁 哥伦比亚三府不在华盛顿 长青藤的学校都不在华盛顿 华盛顿大学当年是很臭的大学 这一点我们就觉得是很 我们今天中国人看起来就有点不可理解 为什么这些国家最好的大学不放在首都呢 那么从德国开始发生了变化 后期的发展中国家 他们往往喜欢把他们最好的大学 放在天子脚下 这是为什么呢 德国的 我们看到德国是这样做的 柏林大学就在柏林 像德国学习的 俄罗斯 他最好的大学 一定在天子脚下 他最好的两所大学 一所是彼得堡大学 这是他当初学德国的时候 他的首都在彼得堡 后来他迁都了 迁到了莫斯科 于是他再来一个 就叫做莫斯科国立大学 日本也是一样 明治维新 1660年明治维新的时候 日本的最好的大学 就是他的京都大学 但是后来到90年代以后 他迁都东京 所以又来了一所 叫做什么呢 这个东京帝国大学 我们就可以想象 今天日本最好的也是这两所 后来中国也是如此 中国最好的大学 是京师大学堂 1898年京师大学堂 京师大学堂呢 他的这个 怎么说法呢 他当时还不光是一所大学 他同时还是教育部 当年不叫教育部 叫国子建 所以最好的大学 是要放在天子脚下的 我们知道后来 中国后来南方也出现了大学 那和中国的政治局势紧密相关 神中山后来在广州建立国民政府 这个时候实际上中国已经分裂了 那么神中山认为广州是首都 所以广州就来了一所国立中山大学 神中山去世了以后 北伐军 向北边打 两路杀过来 一路打到南京 蒋介石说南京是首都 所以这里要搞一所大学 那么最好的大学就是所谓中央大学 这就是今天南京大学的前身 还有一路杀到了武汉 或者说武汉居民第一次有了首都居民的自豪感 这个时候呢 不过是汪金卫政府 在武汉建都 这个时候中国已经三分了 所以就来了一所国立武昌中山大学 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种发展 它是和政治联系在一起的 当然南边海洋所大学也不错 这就是浙江大学 它是和江浙财阀的支持 精密相关 所以中国的教育的格局就变成了南边的三所大学 后来我们说这个国立中山大学 经过短暂的停办以后 在蔡元培的支持下 最后就弄出了国立武汉大学 这已经到了1928年 教育格局基本上是由这五所大学来确定的 这是在民国初期 民国时期 那么这一点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教育的发展 它说明了什么呢 它说明了教育已经不是一个教会 或者说这个和尚庙的事 不是和尚庙的事 不是私人性质的小事情 而是事关国家命运前途的大事 所以中国最好的大学和那些我们前面所讲的发展中国家的那些大学 是一样的 它的特点是一样的 那么这些大学 他们都最好的大学都是那些有国家财政作为后盾的大学 这就是国立大学 因为在民国初期还有各种各样的大学 比如说教会大学 华侨大学 一般私人办的 种种的大学 这都叫大学 但是最好的大学是有国立二字的大学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统治者愿意和说非常偏爱语 把那些最好的大学放在天子脚下呢 我认为这里面主要是有两种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就是他要向国人向世人招式 他是多么的重视教育 第二点说的不好听一点 是为了便于控制知识分子 这样一来 这样的一些大学 我们说后期的发展中国家的这些大学 它新办起来以后 就具有了一种模式规范化的特点 模式规范化的特点 这种模式的规范化 它导致了一些结果 这些结果应该说 它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 特别是当这些大学能够在启蒙思想的引导之下 在科学理性自由的原则的指导下产生出来 并能获得健康发展的时候 那么他所带来的那种大学教育制度上的先进性 科学上的快速进步和社会文化的普遍繁荣 那是那些掀起的原生型的现代化国家 它的私立大学所无法做到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 当德国的柏林大学模式开创出来以后 也会引起 引发美 这样的一些先进的国家 去仿效 去学习 因为私人的力量 私人的经济力量 毕竟是有限的 而呢 国家作为后盾的力量 毕竟是强大的 毕竟是强大的 这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在当时那个国际竞争的舞台上 在人类的教育史上 所发生的一种逆转 这就是英国美国向德国学习 虽然德国还是一个刚刚开始改革的国家 不过我们在这里 我们也要辩证的看待这一问题 由于这些国家 后期的发展中国家 他们的大学是国家来做后台老板的 所以他财力雄厚 如果这些国家政治安定的话 那么他的这些大学的发展就相对的顺利 如果他愿意在科学理性自由的原则的指导下 来办大学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局面 不过呢 这些发展中国家 那就要看他国家政治是否能够长期的稳定下去 如果这些国家发生了政治上的巨变的话 那么是会影响到这样一些国立大学的发展方向的 这一点我们可以在德国的历史当中找到一个最好的例子 可以这样讲 国家新办了柏林大学 国家开创了柏林大学的模式 但是当德国的国家政府发生值得变化的时候 那么又会带来什么呢 1933年希特勒上台以后 他就抛弃了科学理性自由的原则 所以德国就出现一个成也萧何 败也萧何的局面 因为一旦你废弃 科学理性自由的原则 那么整个国家的科学文化事业就会发生逆转 它给大学 科学和社会文化都带来了普遍的衰败 这一点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的教育史上的最大的悲剧 那么他所带来的这种这样的一种衰退 无疑说明了德国国家政治的路线的失败 当你看他的科学教育垮下来的时候 你就可以看到这个责任是要由这个纳粹的国家来担负的 他是逃不走的 这我们可以说他导致的一个结果 就是驱赶有民主思想 有犹太血统的科学家和大学教授 于是这些人走投无路 被赶出了那么多科学的大师 在爱因斯坦的带领下 他们流亡出去 最后流亡到大西洋彼岸的美国 补充了年轻的美国文化 所以世界科学文化的中心 由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 德国确立了一个新中心以来 再次发生转移 这就是世界科学文化中心的二十世纪的洲际大转移 美国就占据了新的世界科学文化中心的地位 它的这种地位一直保持在今天 那么同时还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说明欧洲的大学过去的国际化 因为宗教改革的原因 最后导致了民族国家的出现 所以欧洲大学由过去统一使用拉丁文 大家共同信仰罗马的天主教 发展成民族国家的这种发展的态势 所以大学就变成了一种民族国家的产物 民族国家的产物 而纳粹德国的这场失败 以及世界科学文化中心向美国的转移 大学又开始走向它的国际性 又开始走向它的国际性 所以我们说这个柏林大学模式的 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过程 是最对于人类科学教育发展史的 这种发展做了一个最好的辩证的解释 这就是我们要谈论的又一个问题 那么我们下面要谈一个问题 我们要回到柏林大学这个模式上来了 那么国心科教在于在德国又是具体是如何的提出来的呢 我们要来谈这个问题 首先我要说 在十八世纪的时候 德国的大学 或者说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境内的大学 是数量最多的 它有六十多所大学 无疑是欧洲拥有大学最多的一个地方 为什么是这样呢 因为德国它的政治被严重的分裂 那么它已经分裂成了三百多个邦国 两千多个歧视领地 所以这个国家是个烂摊子 那么有的国家强大 很多的王国 它有三百多个王国 那么有很多国家是强大 那么它就搞军事搞武力 还有一些国家呢 它国家很小 它也没有可能去完成所谓民族的统一大业 所以这些国军们他们就把他们的心思啊 放到文化呀 教育呀 戏剧呀 音乐呀 这些方面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哥德的家乡 魏马 这个城市 原来就是一个国家 叫魏马 魏马的这个国家 这个国家它就最后就 它知道它发展军队 打不一任何人 老百姓的数量也很少 国家的面积也很小 它就办教育 它就办教育 所以还把特别把哥德请来去做教育部长 这就是 德国的这个社会就是这样的 所以它 很多的王国 哪怕它三百多个王国当中有五分之一的国王 动了办大学的脸头 它就能弄出六十多手来 所以它一点都不奇怪 不过这些大学的水平很长 水平很长 这个德国的 这个大学呢 在当时的水平呢 是没有人敢恭维的 没人敢恭维的 那么 我们大家知道一位大数学家 莱布尼茨 他是海德堡大学的教授 他 以自己作为一个 这个德国的大学教授 而感到深深的羞耻 他一点勇语感都没有 为什么呢 他在和刘登争夺 维基分的发明权上 他失败了 实际上他和刘登两个人 是在几乎是在同时 甚至他甚至还比刘登要稍微早一点 他的公式就已经出来了 出来了以后呢 海德堡大学迟迟没有把他的文章拿出去发表 这样呢 后来在评判这个维基分的发明权的时候 这个发明权给了刘登 所以他感觉到 这个这完全是德国的这个教育机构的落后性造成的 所以他一点都没有以德国的大学教授的 这样的一个身份为荣 那么另外一位在18世纪的时候 另外一位启蒙运动当中 德国的启蒙运动 也就是被称之为突进狂飙运动 这个运动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叫莱兴 莱兴啊 对德国的大学啊 有一番评价 这番评价也是很有意思的 他认为德国的大学只是一些经验哲学式的神学院 他们正在 行会精神 任人为君 情代关系 普遍的僵化 以及经验哲学的败落中成人 所以对于德国大学它是不抱希望的 当然德国的历史上还是出在这个时候还是出现了两所很好的大学 那么这两所大学呢 一个呢就是这个我们要说一个是什么大学 一个就是我们前面点到的1694年由普鲁士的国王创办的一所国立大学 这就是哈勒大学 还有一所就是1737年 由一个当上了英国国王的汉若当年的汉若威的国君 乔治奥古斯特 在英国他被称之为乔治二世 他创办的一所 歌廷跟大学 歌廷跟大学 不过这两所大学的命运呢 都不太好 都不太好 应该说他们在法国大革命的浪潮当中都受到了波及 拿破仑的军队杀到了德国以后啊 很快的征服了很多的王国 其中也包括汉若威 包括哈勒 包括普鲁士 那么哈勒大学是普鲁士的大学 这所大学啊 既然在法国占领之时代啊 被撤销了 拿破仑呢 打到法国以后啊 就劈里啪啦的拆大学 拆大学 当时他下面的那些将军元帅们就不太理解 认为我们只需要打败他的军队就够了 为什么要去拆他的大学呢 拿破仑这样回答 做出了这样的一个回答 他说到一句什么样的话 他说要征服一个民族啊 最成功的方式啊 就是首先打击他的知识分子 你把知识分子把他打败了以后 你把他干掉了以后 剩下的人就是群芒啊 所以他走到一个地方 他就拆一个地方 拆一个地方的大学 那么哈勒大学就这样被拆掉 拆到歌亭根的时候啊 这个有一点变化了啊 这里就很有戏剧性啊 拆到歌亭根的法国军队已经把这个学校围起来了 准备隔两天动手啊 这个时候啊 在法国境内有一位女性 她挽救了歌亭根 这位女性是什么人呢 这个 她 她实际上啊 是一个 是一个法国的年轻的女子 一个年轻的女子 这个人呢 她居然化妆 女扮男装 这个 跑到 歌亭根大学去学数学 她的老师是谁呢 就是世界上最有名的 当年最有名的数学大师 高师 她也跟这个高师学啊 关于这个费马大地理的这个探索的问题 后来她毕业了以后 她就回去了 回去了以后呢 她 后来得知拿破仑在德国拆大学 快要拆到她的母校歌亭根了 她非常紧张 她就 刚好她的未婚夫呢 就是拿破仑的副官 所以她就写了一封信 要她的未婚夫 要去欠拿破仑 千万不要把歌亭根 这样一所好大学给拆掉了 所以这个副官呢 那后来啊 就真的听了她的未婚妻的话 去劝说拿破仑 就说这所大学 这个是一所很好的大学 不应该把它拆掉 那么拿破仑半信半疑 拿破仑呢 也没有 也没有说 答应 饶过歌亭根 只是说 那我们过两天去看一看 结果拿破仑就真的去了 这个副官就带着她 陪着她 就到了歌亭根大学 到了歌亭根大学以后呢 拿破仑就推开了一间教室的门 然后就坐在了座位的最后边 一排法国的将军陪着她 他就来听了一堂课 这堂课听完了以后 拿破仑深受感动 说了一句话 歌亭根大学应该是人类的财富 不应该车 所以这样幸运的保护了歌亭根 幸运的保护了歌亭根 所以歌亭根大学 这样一来 就成为了一个什么呢 成为了一所 当年在法国占领区当中 被保留下来的 几乎是唯一被保留下来的大学 所以这位女子 后来就获得了 我们中国有一位 北京大学的老先生 金克木先生 曾经专门写了一篇文章 谈这件事情 发表在《读书》杂志上 他的那篇文章叫做 数学花木兰 数学界的花木兰 是如何的勇敢 挽救了一所大学 这是这段故事 后来被人传为佳话 那么我们讲到这里 我们也要说 那么法国大革命 拿破仑战争 推动了德国的改革运动 因为拿破仑改变了整个欧洲的时代 那么改变了欧洲的国际关系 在拿破仑战争以前 欧洲的那些封建王朝 他们靠什么活下去呢 靠封建传统 靠这个宗教法规 还靠世袭制度 靠正统主义 但是拿破仑时代以后 一个王朝要想维持下去 只能靠一样东西 这就是实力 没有实力的国家 你就活不下去 所以对欧洲的所有的民族来说 生成的条件 已经发生了变化 谁要想继续的生成下去 谁就必须 时刻的保持竞争能力和效率 必须进行民族的自我更新 所以当时一位普鲁士的改革家 这个人后来做了宰相的 他叫封哈登堡 他给当时的普鲁士的国王 写了一封信 或者说一封备忘录 他这样谈到 他说陛下 所有的国家都必须强自信的 接受这一时代的新原则 否则就死路一条 所以陛下你必须要改革了 所以我们看到 这种外来的现代化的冲击 动员起 得以至内部的现代化意志 并促使他们去进行改革 就是这样 在普鲁士最大的一个邦国里边 普鲁士这个德意志世界当中 最大的邦国里边 他成为了大改革的中心和代表 好 这堂课我们就讲到这里 好 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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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